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巧新的围庭事件 遭质疑施压远警事件再度延烧 警方公布两分钟的密录器影片要还原真相 那包括了许巧新的确没有把口罩戴好 还跟远警表明身份 说我们回去再讲 都被外界认为是不是在暗示远警不要开单 施压意味浓厚 对此许巧新又再度二度出面澄清 表示她的过程语气态度都很温和并没有施压 那另外媒体人周玉寇质疑 诊断密录器没有完整公开 许巧新则回呛 如果有任何变造 她就会退出政坛 许巧新 警察取缔违规停车 迟了一下因为一看车主 近视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施压远警开单正义延收 两分钟密录器曝光还原真相 我会开单啊 这边红线 我要开走了呢 这个巷子很窄 远警本来打算开单 结果许巧新一出现 拉下口罩表明身份 你们这么不信啊 对着警察开始说叫 双方认知不太一样 看远警一阵静默 似乎有点为难 薛乔馨再三表明开单没关系 我意思是说之前我问过很多次都是说 如果车上有人的话是直接劝导 然后你在开之前的话是 那刚才车上没有人 不是他又马上下来了嘛 对不对 马上那我们再回去讲 马上那我们再回去讲 就是这句话 薛小新IP少特权施压 说开走啊谢谢 不是缺900块 你可以开 你可以开 真的啊 不用啊 你开掉吧 开掉你这样 不这样我们也不好做啦 不用不用 开掉啦 不用不用 开的我更不好做啦 远警态度大转变 最后决定不开单 遇气还透露无奈 疑似觉得有压力 让名嘴及绿营支持者 抓着痛点猛打 薛小新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我公开向周玉寇女士呛赌 如果密录器里面有任何 变造剪辑短缺的部分 我愿意退出政坛 以示负责 赌上政治生涯 外界质疑的种种施压证据 薛小新一次说清楚 远警已经告诉我说 他人不在侧上就不算 所以我当下就想说 那我自己回去再研究 私下讲话的时候 语意不一定会这么精确 所以我就讲说 那我们回去再讲 如果我是想要施压的话 当下口吻 也不会这么温和啦 我那时候嘴巴油油的 然后要讲话嘛 所以我就有动了一下 这个口罩这样 据一开始爆料不给开单 后来又道歉的老师网友 薛小新坚持不撤告 单纯交通违规事件 沾染政治口水 二度出面还原事件始末 判平息争议 谢谢黄产博台报道